唱著顯亮的國歌 今年國慶日的國歌領唱 由成立28年的馬宮高中合唱團 單綱演出 今早首度對外排演 整團學生拍拍站上司令台 穿著長袖白襯衫 女生搭配落地長裙 男生搭配帥氣西裝褲 頭髮梳妝整齊迎接高光時刻 有點興奮 然後又有點驕傲 因為我們代表這個學校 代表澎湖去台北去演唱 雙十國慶倒數不到一個月 國慶籌備委員會 每年都會挑選當天領唱國歌的團體 澎湖馬宮高中合唱團 最近四次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中 獲得混聲合唱四次特優 今年獲得委員會青睞 擔任國歌領唱 也是澎湖史上第一次獲得這個殊榮 你希望說透過這次機會 讓我們的孩子可以去台灣 那個國歌領唱 然後這剛好機會非常難得 因為剛好是八十週年校慶 那也剛好遇到我們國家的慶典 然後機會非常難得 馬宮高中合唱團一九九五年成立至今 參加各式各樣的比賽 也都屢獲家績 合唱團的學生最近加緊練習 就是要在國慶當天 將最好的歌聲獻給全台灣 十八號晚上九點在台中釋放的國慶煙火 也先釋放五分鐘的煙火秀 共一千五百發焰火彈 市府推薦的煙火觀賞點 包括中央公園北側 西邊的文修西大墩公園 以及南邊的大石公園等地 週遭八點起開始進行交通管制 而國慶當天預計晚間八點起 更有長達三十六分鐘的煙火秀 報導新聞是宗人綜合報導